是多少? 你拿拿看 因為我知道有些重量是會有法規的嗎? 呃...其實都... 這種大小通常都是已經250 249嗎? 已經250以上了 但它的法規是... 其實...就是考一下試其實就OK了 考試喔? 沒有沒有 考試是一公斤以上才需要 像這種是250以上的 是只要申請就可以了 就是它有50元的規費 就是...就可以申請就可以用了 在考慮那個... 迷你3 迷你3 我覺得還不錯啊 迷你3 可是它就不是像這樣子飛 沒有辦法這樣穿梭 啊這種比較像是穿越機 它就是負責 比較是這種比較高風險 比較刺激的啊 我以為你是... 因為我看到有另外一台是... 也是穿越機 然後它是用那種把手 喔有有 那個... Avatar DJI Avatar 你有用過嗎? 有啊我有玩過一下 但我是覺得... 它就是對初學者還蠻友善的 變成你... 如果... 對這個不熟 就是...如果是這種穿越機 對這個不熟的話 你應該第一次飛你就會撞...撞牆 就會出事情 但是那一台Avatar 它... 對初學者很有善 它就是... 它有一個... 入門模式 它會完全幫你... 就有點像... 全... 全自動模式的感覺 那就沒有意思 可是它的全自動模式 就是跟... 所有的 DJI 空拍機系列 就是... 它會幫你穩定你的飛機 就是它... 它是... 智能模式 但是你如果... 玩越來越進階 啊你想要... 欸解鎖 可能變... 可能稍微有一點手動 或者是全手動 那它也是可以辦到的 就是... 那個是... 穿越機跟空拍機的差別 就是你穿越機你可以到... 完全全手動 就是你... 一...一晃神你就撞牆了 或者是你技術很好 你可以一直... 去完美控制它 可是我有看它就是有這個保護 它其實... 怎麼撞都其實... 不... 不太會壞啊 對啊... 基本上很難壞啊 是... 是還滿推的啊 看... 看大家都開始買這樣 它那個... 那個手把用起來的手感怎麼樣 手把... 我覺得它比較像是... 好玩 就是好玩啊 就是... 如果要認真飛 還是買遙控器會比較好 但是如果你只是單純就是... 好玩 真的是好玩 因為... 就是如果你想要玩... 玩... 沒有實際操作 因為我的認知感... 我感覺起來好像是手把... 那個... 就是它比較容易上手啦 它就是又更... 就是你按... 加速它才會往前 如果你放開它是完全放開 但是你這個是... 如果你放開它還是會繼續往前 它就會有一個慣性 它就是一直往前 就插在這裡 但... 這個也有不同模式 但是那個 DJI Avata 它... 稍微進階一點 它還有GPS 所以你如果真的飛到... 斷訊了 它會停在那 然後... 飛回來 這個是不會 這個是直接... 這個會直接掉下來 哇... 那有點... 所以這個比較硬 但... 這個就是全手動 那你就是可以改機 你就是改葉片 然後改... 圖傳 改... 一些... 你自己要焊接 改相機 就改... 就什麼東西都可以改 這就是... 感覺你入坑很久 因為... 沒有... 今年年初才入坑了 但是也摔了好幾台 你現在... 沒有買幾台了 這個已經是第四台了 前面兩台都炸爛了 就是... 要嘛掉到水裡 就撿不到 或者是就... 撞爛 就是已經爛到... 就爛得羞了 就直接買一台新的 哇靠... 對啊... 那現在這個情況還算蠻OK 就是... 這個葉片是耗材 就是... 頂多... 就是... 你掉下來 那就是葉片磨損 嗯... 這個東西要換 那如果... 撞用力一點 就是這個保護框斷掉 這個斷得掉 這個會... 這個會... 就是真的是有點用力撞 或者是你從上面掉下來 可能勾到樹枝之類的 那整個掉下來 那可能這個會斷掉 但還好 就是... 像AVARA 如果你真的斷掉 那... 你是沒有辦法自己維修 就是你... 就是你要送回去 啊... 都還蠻... 除非你有買它的保固 一年或兩年的那個保固 這個就是你可以自己買配件 就是如果你有這些螺絲機子 就買一買 你就可以自己全部換了 你可以甚至把... 它還有賣就是單純機殼 就是這個殼 什麼馬達這些都沒有 電子零件都沒有 你可以自己組一台 你自己喜歡的 對對對 就是... 這個比較多客製的話可以選啊 這個顏色就是你自己換的 沒有這個顏色它原本就是... 原廠的 對對對 這是原廠的 你也可以自己換的 就是有各種顏色可以選 對啊 AVADA可是可以... 可以看啦 如果是完全沒有接觸的 那個應該會比較適合 玩這個就是... 玩這種穿越機自己組的 就是... 就是要一直摔 那比較喜歡玩這種偏穿越機 就是... 不同感覺啊 對 AVADA也是可以像這樣子 只是它沒有到... 這麼快速 因為它比較小台 更小台 對對對 這是3.5吋 那個是3吋 稍微小一點點 稍微小一些些 對 然後它的... 這個... 它這個... 它這個也... 可以看比較遠 但是通常玩穿越機 不會飛到很遠 對啦 對啦 除非是你買空拍機 就是要拍風景的那種 才會飛很遠 因為這種就是... 呃... 算是比較好玩 就是玩 就是真的是玩空拍 那那個... 大台的那個 就比較像是拍空拍 就是... 目的不太一樣 這個是... 好玩 刺激 那個是... 就是看風景 不太一樣目的 那個AVADA其實 兩個都可以搬到 它... 它的這個相機還可以往下 就是可以看到下面 那... 它可以到... 它可以到... 是嗎 它可以往上 但是... 它往下的時候 它會... 也會拍到這個空框 對對對 就是它借在... 感覺是這個 跟... 大台的空拍中間 大台的空拍中間 所以就是... 兩邊都可以辦到 但是... 就是... 剛... 有一個平衡啦 對啊... 小台這樣 因為Mini 3我是有自己... 跟朋友借來玩過 Mini 3你是拿那個... 有螢幕的遙控器 有螢幕 有螢幕 那個還蠻方便的 因為... 之前的如果你... 或者是你買便宜的 就還要插手機 就會稍微有點麻煩 有那個螢幕就會方便很多 它也有... 拿出來馬上就是開機 它也有沒有附螢幕 有有有... 就比較便宜 平一個三...四千塊吧 三千塊 就是插那個遙控器 我是覺得有螢幕會比較方便 對啊 那你這個操控器看起來... 還蠻貴的耶 這個... 這個遙控器就六千塊 對啊 然後重點是它還要有這個模組 它才會跟這個同學 所以這個模組又三千塊 所以這個就等於 快要一萬塊 所以你這台是可以跟每一台都共用 它就是... 主要是遙控器 然後傳輸訊號到這個模組 然後這個模組發射訊號到這個接收 然後這裡面還有另外一個接收器 然後到... 有點像電腦的處理 中間處理的 然後再發送訊號給馬達 所以就是一層接一層 你就有各種... 就是每一層你都可以拿掉 假設你不喜歡這個接收器 那你就可以把這整組接收器都換掉 換成你喜歡的 或者是你這個天線 可能這一根天線被撞爛了 你可以換成別的天線 可能更強的天線 更好的天線 更高品質 那像DJI就沒有辦法 就是它給你什麼就是給你什麼 對啊 但是... 我是覺得... 如果真的沒有玩過 像你只有玩過Mini 3 那你可以就去看... 買Avatar 或者甚至你就是買Mini 3 其實也OK Mini 3是比較方便 因為它是249 可... 對啊... 就連申請都不用申請 對啊... 就看它249 Avatar... Avatar應該要申請 因為它已經超過... 不過其實我去了解一下 那是... 其實申請也蠻... 就蠻... 就蠻... 就簡單啊 就是舔廳號型號 對啊... 就好耶 其實沒有什麼 那你平常還有去哪裡飛啊 就... 看風景啊 這裡是... 台北市... 台北市一堆地方都不行 就是... 它... 它有一個App 就你要查一下 對啊... 看... 看是哪裡可以飛這樣 它也是幾乎都紅的 呵呵呵... 要到比較外圈一點 到新北外面比較... 對... 比較多可以飛 像是去... 大安公... 大安森林公園 好像... 欸... 那個也是黃區 黃區黃區 對對對 再進去一點 就... 幾乎... 市中心整個都是紅的 呵呵... 因為有機場還有市政府 對啊... 呵呵... 就完全進不去 哇... 那你是這樣拆掉之後 然後自己去改裝 就是... 螺絲拆掉 就是真的是很多很多小配件 你可以看到吧 就裡面有... 幾塊主機板 對... 對啊... 然後就自己... 接一接... 焊一焊 呵呵... 哦... 你自己焊喔 對啊... 還要學一下 沒有...前面也是要焊... 焊爛... 焊爛一些東西 就拿壞掉了啦 你也可以焊一下你這樣子 就...熟了就... 還蠻順手的 因為我之前玩就... 之前還沒玩的時候 就覺得... 很怕它那個... 斷訊嗎還是怎麼樣 斷訊或者是... 因為我是覺得... 玩那249克它這麼輕 為什麼... 它可以飛那麼久 然後它還可以平衡 然後它還可以飛那麼久 後來還知道它... 它裡面是... 陀螺椅啦 它有... 它有各種... 啊...DJI的它還有GPS 就是... DJI它最厲害的就是它的GPS 它有... 可以知道它的飛機在哪 所以它如果... 被風吹... 往這邊呢 它就會知道... 它往這邊呢 它要往回... 就是飛回它的那個地方 這個就沒有... 這個就單純只有陀螺椅 所以... 如果被風吹 它就會這樣子... 一直被吹走 它算很厲害耶 它就算有... GPS 可是它的... 傳輸力也是... 還可以很遠很遠 算... 它是稍微有一點延遲 但是... 但是還算即時 就... 還算穩定啦 它應該是算最穩定的 就是... 它不會忽然就... 給你斷 或者是怎麼樣 哇... 如果... 這個會斷... 其實... 這個... 這個還蠻容易... 就是... 飛到一個... 小... 有一個小山坡 它可能就... 已經快要幾乎看不到了 這個是類比耶 阿DJI是... 數位耶 圖船耶 不太一樣耶 不過它是穿越裡面 也不會飛太遠 對... 這個也不會讓它飛太遠 就是... 目視眼睛看得到了 它理論上就收得到了 阿如果你已經眼睛看不到 就是... 已經要準備掉下去的概念 對啊 所以也不會讓它飛很遠 那... 你現在還買多少 這個... 如果... 呃... 直接... 官方的它... 基本好像是... 9000多 蛤... 這台這麼便宜 9000多 但是你如果想要改... 這個天線啊 或是幹嘛 就會... 越來越貴 9000多是... 就是飛機而已 像是電池 你也要另外買 對... 然後... 它這電池也是... 30分鐘嗎 差不多 沒有沒有沒有 大概... 極限5分鐘 5分鐘 差還蠻多 所以它的... 1顆5分鐘 1顆5分鐘 這麼短 最高5分鐘喔 如果你在加GoPro 那可能就會更短 3分鐘就下來了 所以真的這種就是... 飛近距離的 你沒有辦法飛很遠 所以... 穿越型的關係 因為它的... 它的這個馬達... 出力很強 它比較是... 那種... 爆發型的 喔... 運動型的 對對對 有點像運動模式 這樣子的感覺 它... 本身就是... 設定... 內建就是... 本來就是Sport模式 還是它你可以調成Sport模式 沒有... 它永遠都是Sport模式 喔... 所以它永遠馬達出力 就是這麼強 哇... 那這個電池5分鐘 它... 對...頂多5分鐘 那這樣... 這樣什麼都沒裝 就是差不多5分鐘 一顆...底充到滿 要多久啊? 充到滿嗎? 大概半個小時 哇... 那你這樣電池應該滿 就要買... 買... 一坨電池的 對啊... 對啊... 而且這個電池也還蠻危險的 它是... 比較... 算高風險的電池 就是你充電 你要注意很多東西 不然會很... 比較危險 它不是就是鋁電池嗎? 它不是... 它是... 鋁... 然後... LIPO 我不知道PO是什麼 就是... 一種高放電的電池 因為它這樣子 四個馬達 跟所有東西 其實它瞬間是... 需要很多電力 超多電力 就是好幾百安培 它的安培數還蠻高的 它的定壓就是22 這是6S的 22 所以... 這樣子一次輸出 就是... 兩三百瓦這樣子 那我大概知道啊 對對對... 反正這種就是比較客製化 所以這個電池... 我是覺得EVATA 喔... 這電池是... 比較... 是客製化的電池喔? 它就是... 六... 六個... 六顆... 六排電池這樣 混合起來 然後變成... 它的放電可以瞬間 放比較多 像是這個是... 1.3 安培 毫安時的電池 它可以放... 一百... 一百... 三十C 就是... 一... 一百...三十安培 它這個... 我是在想說... 有沒有什麼... 沖起來有什麼危險性 它就是... 怕熱啦 就是... 中國製造 這個是最大牌耶 它...這個是... 那個... 穿越機電池最大的品牌耶 平常用那個... Type-C 沖就好嗎 這不是用Type-C 這不是用Type-C 你要好像買... Type-C應該沖不起來 Type-C沖不起來 因為這個電壓比較高 新動電源那些都沖不起來 它有一個專屬的充電器 小小的 這個光電池就蠻重的耶 對... 主要... 主要就是電池 那如果加相機 就是電池跟相機的重量 其實飛機還蠻輕的耶 對... 這飛機耶 對...主要是電池... 對啊... 主要是電池的重量 所以就是... 他們會給你一個建議數值 就是你這些電池也可以買不同容量 但是... 越大容量就越重 它會有給你一個... 呃... 差不多的... 平衡 就是讓你有最多電 但是也不會讓它太重 讓它電又變少了 就是取得一個平衡 像這樣子你就可以自己買啊 你想說你想要... 飛一分鐘了 但是你可以飛得很快很爽耶 那你就可以買小一點的電池 就都還蠻多 像這顆跟這顆就不太一樣 這個是比較容量大的 反正他們電池科技一直更新一直更新 就是會有... 越大容量 結果重量還差不多的電池 對啊...還蠻有趣的 反正這種就是可以一直改一直改 然後這就是你自己綁上去 它就是... 綁上去 它真的就是綁上去 所以你可能... 掉下來或怎樣 它的電池可能會噴飛 那它原... 原廠的電池是... 它沒有原廠電池 這個就是... 算是... 反正它就是有各種品牌的... 電池 就... 其實這個就是... 很多品牌拼湊起來 像是這個葉片 它附的... 這個也... 就是另外一個廠牌的葉片 這個馬達也是另外一個廠牌 這... 這一個GAP RC 它做的就只有... 這個框 這個機架 就這樣而已 然後像這個相機又是另外一個廠牌 這個也是廠... 另外一個廠牌 這個天線也是另外一個廠牌 這條線也是另外一個廠牌 所有裡面都是另外一個廠牌 就各種東西拼湊起來 那GAP RC 只是它幫你拼湊起來 它幫你已經組好了 所以你就是可以... 幾乎是插了電 你就可以去飛了 OK 如果你... 認真玩 你是可以真的是... 買一個空的 這就不是新手可以... 就是稍微要... 研究一下 我也是研究一下 這個... 扇葉是什麼樣的狀況 會變這樣子 就是... 磨到地板 或者是... 掉到這裡 就是稍微有一點撞擊力道 或是有... 樹枝... 樹枝也會 如果攪到樹枝 它理論上就是斷 然後感覺你這個... 這個已經... 這個已經... 這個還蠻耐的 這一款... 我是不是... 亂裝... 裝了兩款葉片的上面 你測試看一下牌子的那個... 對啊 這一款是比較容易斷 就是... 真的是... 碰到硬的它就直接斷了 這個是... 已經... 已經炸爛了 它還... 保持... 它這個比較像是... 比較... 會損壞 可是它不會整個人斷 對對對 就是... 飛的效率可能比較低 這個看起來就比較脆啊 對啊 這個... 稍微輕輕一彎就知道 這一個葉片是... 上一代的... 就是... 飛機它配的葉片 這韌性就有差啊 對對對 這個... 這個已經彎到很凹 你還可以打凹回來 是喔 呵呵呵 那這差很多 對啊對啊 那價錢應該也差蠻多吧 欸 差...差不多 差不多 反正就是有各種品牌 你... 像是這個葉片是3.5吋 3.5吋的葉片就... 超多超多 你可以... 隨你選 所以你心情好 你就可以換這一包葉片 飛得開心就... 繼續跟著它 可是... 這樣都是在網路上面買嗎 還是... 現在有什麼實體店面可以選 有實體店面 就是這一個 庫菲 在那個... 庫菲 庫菲 媽媽庫菲在哪啊 永和 那有一間實體店面 這還算蠻大的 就變得很方便 因為像國外 如果要玩這個東西的話 你一定要... 在網購 然後... 就是... 一定就是可能... 一個月 兩個禮拜就過去了 這就有實體店面 就還蠻方便 這個話也就會趕快去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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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店... 踏進去就很可怕耶 老闆是還好... 還蠻好的 還好啦... 你可以先從小胎的開始玩 你可以整組... 買起來... 多走... 好... 謝謝... 你整組買起來也有便宜的 就整組... 可能才四千五千塊 就可以... 還蠻OK的 就可以開心飛啦 像DJI你如果要踏進去的話 你就是要三萬 兩三萬 喔... 這個... 你起步 你可以就先從小胎的 那種小胎耶 你可以甚至... 就是在家裡飛 都沒問題 這種在家裡飛 就是稍微... 一進到極限了 一進到... 比較大胎了 撞到東西會... 會... 會很慘 那種小胎 就是怎麼撞 怎麼... 都不... 它也不會壞耶 反正就是有電 它就是可以一直飛一直飛 那種還蠻推啦 他們也有啊 就是小胎耶 真的是小胎 你可以從這麼小的 或者是你可能稍微大一點的 那如果覺得不夠 你可以到這個 喔... 那你都是比較喜歡玩這種穿越機 我還有... 就是也有普通的空拍機 但是就... 後來... 就是今年玩的這個就是... 就一直在玩這個 因為空拍機就是變成很穩 啊...就是... 目的不同 對啊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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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酷喔 因為我就是平常就是... 在玩攝影 所以就是平常也會拍一些東西 喔...你那有在玩攝影 對啊... 對啊... 所以就是會... 或是接案子拍片 就是...可能會上一些東西 你能這樣子可以... 比較混...混... 其實還蠻多... 這... 就...空拍其實沒有什麼啊 呵呵... 不是我說接的案子沒有什麼東西 嗯... 主要... 它有點像附加上去的 我主... 主力還是... 就是... 動態攝影 就是接其他的 這有點像是... 多一個技能... 的概念 對啊... 然後... 但也好玩 就是會... 就這樣出來... 就是... 用空拍機撒農藥喔 空拍機撒農藥喔 那個也要正照 對啊... 會有傳... 然後... 生大也有傳... 然後... 他們都很歡迎... 大家加入... 這麼嗨? 對... 難考不難考... 他會先幫你穿空拍 啊... 上課就要一萬多塊耶 不過那台好像要... 三四十... 要三四十萬 再加其他的... 總共用起來要六十萬 那個就變成商業用途 就稍微有一點不一樣 可是我看他... 一年... 真的都差不多兩百多耶 然後案子都接不完... 不會很累 就你要到處跑喔 不是他說他沒有... 案子太多到沒有時間睡覺啊 就連晚上也是在傻啊 對... 可是他們主要... 錢賺太多... 賺到手會軟 可是他們的那個... 主要是... 人到那個地方會比較累 因為他的機器其實都是... 對... 自動的 就是他已經設定好那個地方 他就會... 按一下他就會自己去... 可是你要在旁邊看 對...你要在旁邊看 對... 那不同領域 你玩一年多 一年多... 對啊... 現在還... 成長速度還蠻快的 很有介紹 我玩一次之後就... 就覺得... 還蠻好玩的 就想買了 你就看... 要先買小台勒 這種... 因為他小台真的是還蠻便宜 五千塊油罩吧 就是也有這個 然後也有遙控器 只是都是比較陽春的 就是... 大同小異 他可能就沒有按鍵... 這麼多 但是他主要的東西都有 就是... 減配版 但是其實都用不到 感覺就... 很多東西可以玩 就你可以設定... 就是... 他有點像是有一個... 作業系統在上面 然後你可以設定... 可能... 按這個... 他可以幹什麼 全部都可以自己來 就是... 很多模式 對...像... 對啊... 反正就有各種東西 就是... 客製化啦 就是有什麼東西 你想要有什麼東西 就可以放上去 都可以 都... 幾乎都可以 啊如果沒有的 你也可以自己寫程式 自己加進去 是啊 對... 就變成... 就是很開放 就玩這個都是還蠻... 就是你一定要... 會DIY 才會比較好玩 不然你... 就是他如果配好 啊你覺得... 是什麼就是什麼 飛起來 像DJI就是幾乎就是... 配給你什麼 你就是給你什麼 就是稍微... 應該大部分都是這樣 可是他... 比較... 是一個... 最終產品的感覺 像是這一個 他... 剛出來... 他的設定 一些調教 其實沒有做得很好 就你可能... 遇到... 風的話 他會一直這樣... 啊是啊 所以你就是... 要稍微... 欸如果... 就是... 像是加了相機啊 或是... 現在裸機這樣子 沒有加相機的話 就是... 飛起來其實也會不一樣 所以你就要自己去調整 那... 其實這也是一個樂趣 對... 就是一個... 就有點像改車 對... 類似這樣的感覺 把它調教到一個最... 就是你... 調到你自己喜歡的感覺 因為每個人調 肯定不一樣 對... DJI就是給你一個... 好... 可能通用的 但是... 就是... 也不會出事情 但是就... 你就只能這樣子 是還蠻好玩的啊 就有空就會一直玩 現在他們的... 他們的鏡頭其實... 現在鏡頭都很強 你說這個嗎 沒有啊 我看很多... 看網路上很多空拍機 他們的鏡頭畫質都很好 但這個... 這個... 我玩的是類比的 所以它會看起來像是... 舊的那種印象觀 會... 會比較多雜訊 啊... 像是有數位的 它的... 就比較清楚 然後畫質也比較高 會比較好 會比較清楚 但是就比較貴耶 就單純那一套圖船 就... 要兩萬多喔 對... 這一套... 就那個圖船 可能一千多 這個也... 五千塊 可能六千塊就搞定 加幾根天線 可能七千塊就搞定 這個要五千塊喔 對啦 這個要五千 它... 主要是上面有一個... 接收的晶片 它是會... 這一款是會... 兩根天線 就它的... 嗯... 接收方式不同 這個是全方向的 這一根 這一個是... 單... 指向的 所以它會比較圓 比較集中 它會兩個合成 起來成一個... 影像 這是... 調... 就是... 進入一些設定 進入一些設定 頻道 對頻道 就假設... 現在干擾比較強 你可以跳頻道 就要自己跳 就你這邊跳頻道之後 你這邊也要跳頻道 不然你就會收不到東西 對啊 那如果像這種... 穿越機... 穿越機的話 它也是... 一樣是... 跟法規一樣是一樣嗎 比如說你防射一樣是... 它就是沒辦法騎 它的法... 沒有它都可以騎飛 它完全沒有... DJI就會有限制 它都是設定好 喔...DJI就是... 在法規這個部分 DJI會比較... 麻煩 因為它可能 你在一個紅區 但是你想要在室內 它也不會讓你飛 對啊 就是... 它會完全把你鎖住 它就鎖死啦 除非你有... 除非你有... 你要填一下表格 它有一個可以解鎖的表格 你要填一下 就是會稍微麻煩一點 但這個是你可能就是... 在紅區 但是你在室內 你想要飛 你就可以隨時飛 你甚至在戶外 你也可以飛 只是你會吃法丹 因為... 對啊對啊 這個就是你想要什麼時候飛 它就是一個... 對啊 啊...DJI就是... 因為... 它是消費... 它比較消費型的產品 所以它那些東西就會被要求 全部都加進去 變成... 可能... 比較不像玩家型的 它就是... 安全 就是變成它不會讓你去... 安全、簡單 吃法丹 它不會讓你去吃法丹 它就是... 到那裡它就完全停住 就完全是不能飛過去 你這個是要硬飛 它連起飛都飛不了 對 那個是連起飛都飛不了 對啊 就... 所以... 這個也有查 拍101煙火 就是用... 拍101煙火 對對對 就是都是自己蓋 呵呵呵 他們拍101煙火是比較大台 哦 他們是... 放單眼上去 呵呵呵 他們飛... 那個還蠻大聲的 在現場聽 那很大聲 呵呵 那你也是... 你是住附近嗎 就住這裡 和康東極 對啊 因為昨天發現 欸...這裡好像也可以飛 我就來這裡飛 而且我發現 欸...還不錯啊 不然你平常都去哪飛 平常就是開車到處亂跑 就是... 看到一個... 可能有一座山 然後我們就飛一下 或是... 有什麼東西 就飛一下 對啊...就亂跑啦 但是這個就是... 就是... 可能沒什麼東西 但是也是還蠻好玩的 動員這種 呵呵 就是可以穿這種小... 也可以穿的 對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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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洞啊這種 然後剛好這個小公園又沒有什麼 對...剛好...剛好... 呵呵呵 那你有上去那個... 保齡球館 大尖山那邊 大尖山 上面拍過嗎 這個我還沒有 因為這個就是... 就... 還是蠻怕的 喔...蠻怕人 不是...就是蠻怕啊 會掉下去 就變成... 這個就是... 一個很... 比較高風險的玩具 可是像這種GPS 它其實是... 它這個沒有GPS 那它不是GPS 你如果要裝GPS 你要再另外買一個GPS 接手 那它的GPS比較陽春 它就是只能... 接收訊號 然後... 告訴你方向 它不會... 幫你自動飛回來 像是DJI 它會自己幫你飛回來嗎 如果真的斷訊的話 這個是... 它只會告訴你方向 然後你要自己飛回來 它不會自己飛回來 呵呵呵... 就稍微... 還是有一點不同 如果你要方便的話 你還是會買DJI 會比較方便 買這個就是... 就是... 呵呵... 所以它這樣子的訊號源 就比較算是... 它的波長就比較短 是不是 它這個是... 它走的是5.8G圖傳 所以你可能像是... 家裡WiFi有5.8G 它也會干擾 圖傳... DJI的圖傳 數位圖傳 也是走5.8G 圖傳 都是走5.8G 對... 然後... 這個接收這一個 是走... 900多 900多MHz 就比較... 就是這個長度的波長 所以它的天氣也要這個長度 它這個就... 這個... 這個... 傳輸... 就是... 控制的訊號就是... 可以傳得比較遠 就通常... 圖傳會先斷 然後才是... 這個接收斷 對... 對對對... 反正就是有... 這個接收斷了就... 就沒了... 對啊...我就有接收斷 然後就掉下去啊 好心痛 就是...高風險 你要... 就是要掉幾次 就會知道... 這東西要注意 對啊... 其實有很多小... 小東西拼湊起來 就是一直刷一直刷 你就會知道... 欸...這次做錯了什麼 要怎麼改進 你... 你這樣現在到上面畫多少錢 哎呀... 應該也... 三... 四萬了吧 三...四萬 拼一...二...三...四... 喔...不只喔 可能五...五...六萬耶 呵呵呵... 反正就是好玩啦 目前是好玩的 其實就還是小鐘 接了... 案子 因為就是... 這個也是... 一個高風險的東西 所以你其實... 就... 出它... 除非真的是... 還OK 或者是... 就是... 只有這個辦得到了 我才會帶它出去 不然...就是... 平常就是... 少了它其實也不會怎麼樣 可是很多模式是... 就只有空拍機可以辦得到 你說過平常的空拍機嗎 呃... 就比較像是自動的 對啊... 它是自動的 這個也可以啊 這個也可以圍繞的 就可是你要自己空 對...你要自己空 那技術要 大台的也是可以自己空的 就是... 空拍機也是可以自己空的 就是... 它就是給出去的這個 就是... 欸...你定一個點 它就會繞著它 或是定一個點 它會怎麼樣... 飛出去這樣子 那那個就是比較自動的部分 那個DJI做的... 還滿好的 我... 我可以留一下你的Line嗎 可以啊可以啊 我覺得... 其實玩空拍機的人 我覺得好少喔 但... 但...我禮拜一 就要回去當兵 呵呵... 你現在在當兵齁 對...我現在在當兵 只有這個頭 在哪裡當兵 成功零 你是在成功你新訓還是... 新訓新訓 對對對 你是...你戶籍在這裡嗎 戶籍在南港 其實戶籍成功你很... 蠻衰的 呵呵... 你應該到... 大部分朋友不是分到成功你 我不知道欸 但是我們那一梯的就是... 都是南港 就是都台北市的 喔... 我們那一... 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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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連是... 南港還有什麼中山區 成功你 呵呵... 以前... 我覺得成功... 因為我... 同... 同一批的... 同學 他們幾乎都分到那個什麼... 比較近的 一旦的那個什麼... 經六節 大部分都到那裡 比較近的 只有我幾個人 還有我到成功你 成功你跟他們比起來很... 很差 呵呵... 那還好啦... 還好... 就去玩一下這樣 呵呵... 你在那邊現在要... 現在才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而已 對... 現在...